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这个移护件呢就是这边是我们的车库位置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门口 但是车库面积比较大 停一台Alpha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Alpha停到这边呢 那边还可以放一下那个就是两台自行车左右的样子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宅配箱 还有我们的信箱 我们一起进屋看一下 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来 跟我一起看一下 现在已经来到了室内的玄关的部分 玄关的部分呢分成了两个 然后最左边呢它也是有一个这种大大的收纳 我们平时买的菜或婴儿车啊 可以直接推到这里边 然后右手方向呢 它这边有个全身镜 出门的时候可以打理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鞋柜 它这个也是靠子型的 这边可以放一些我们的摆设或钥匙什么的 然后上面也是有那种收纳功能的 这个房子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 继续往前走 就是它这边 玄关上来的地方 它这边有个吸住池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 这个建筑商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我们回家之后可以给人放一个消毒液 或者吸住液 回家之后直接洗手 洗完手之后再进门 OK 继续往前走 它这个门的设计我比较喜欢 是这种原生态的木质的感觉 进门呢 这边呢 就是我们一个客厅的位置 它这边是洞跟镜是完全分开的 客厅的这边呢 它也是有一个大型的收纳 因为它这边是属于这个楼梯下面的嘛 所以说它这边给大家开了一个这种 就是没有挂件 没有挂式的收纳 可以放一些平常不用的杂物之类的 我刮上这个收纳 继续往里边深探一下 往这边走呢 就是我们的吃饭的客厅的位置了 它这种摆设呢 就是已经 几乎就是我们这个房间的所有的 过道就变成这样 这边放一个餐桌 然后做完饭之后直接端过来 然后这边也是开了这种的窗户 这边最好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这边给他做了一个这种工作台 像宝宝或者是爸爸妈妈回家之后 想要在这边工作或学习的话 可以给人做一下 OK 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厨房的地方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这种多功能性的就是厨房 一体式的厨房 那摄影师给一下镜头 它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这个拳头是全自动的按下这个节水 它水流会出的特别小 然后这边有切入 然后增加水的流量的大小 再按一下看看 然后这是冷热还有净水的功能 它这个厨房的收纳也是特别足 这边给开了一个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大大的 我们的后边也是给做了这种的收纳的柜子 平常我们可以在这儿 还有这个比较好 看一下这个 有时候我们的家庭主妇 或者是宝宝们的身高不够 所以说他做了这样一个 就是可以拉伸的 放完之后直接推上去就行 非常的轻巧 这个身体特别高 这边 这边可以放一下我们的大型烧开门的电源箱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自己做一个小柜子 然后这边插口已经帮我们留好了 换一些电饭堡 这些气质的洗漱区 这边是我们的老朋友 三面镜的洗漱台 这边带有那个储物功能的 也有这种就是小灯光 然后继续往里边走 就是我们的大型浴室部分 这浴室比较大 在开窗币的话 像中午的 我1米75是完全不用的 然后这个浴室也是能够躺一个成年人的体积 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日本的一户建 不管是邮件还是公寓 它的浴室的旁边像这边墙 它都会有一个控制面板 但是这个它是没有的 它是控制面板在哪呢 现在几乎像这种新建 都变成了这种遥控器似的 我们只要拿这遥控器按一下 它上面完全开了 而且它也有换气干燥凉风的功能 二流以上来最正面也是一个这种多功能性的马桶 也是带有按摩冲水功能的 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厕所的最左边是一个小型卧室 这个卧室呢 因为它这边是由于隔壁邻居 所以说这边采光不是特别好 这个房间呢 就是比较跟那个房间相比的话 它的采光和通透性比较充足 而且这个房间也是比较大的 可以作为一个我们的儿童房来使用 这边也是给开了像这种的大型收纳 那我们已经从隔壁房间出来了 这个房间的面积呢 跟那个房间面积是大大差不差的 它这个面子的墙纸跟那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这边有一个贯穿式的那个阳台 可以从这边直接通向我们的主卧 然后这边也是给大家开了一个这种 通风换气的窗户 这边也是有这种大型的收纳 它这个房的收纳真的是特别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继续往前走呢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它这边就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主卧来使用了 这边主卧呢 它这一整面墙 有满满的一整面墙的收纳 而且它这边的采光也是比较完美的 跟其他那个房间相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收纳的柜子 真的是特别特别大 是完全可以对我们爸爸妈妈的主卧来使用的 还有就是比较惊喜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 二楼呢 除了这四间房间以外 还有就是上面这个 所以现在大阪呢 已经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 我们刚才上来二楼之后呢 就觉得这个二楼呢 没有那么特别的热的感觉 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上面看了一个像这种的小型收纳的空间 它上面就可以阻挡一些热量 OK那这些视频呢 这个房子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了 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位于大阪市 大阪府的东大阪市 然后是浸铁耐凉县和纳包县的合力小板 稍微有点远 徒步大概在个13分钟左右 刚才我们从平身那地方过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见 大家也看到了 有一个资罗哈的那个腰带店 也有一个GASTO的一个就是吃饭的地方 然后从这边到那个超市呢 徒步大概只有5分钟左右 然后这个房子的占地面积呢 是一个96个平方米 然后建筑面积是大概106平方米 像这种一部件 你感觉怎么样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记得联系我们日本人家欧 我是日本人家的会节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